正義也許會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回的背景好像有些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的地下室器材室 即將移往到其他的地點 因此這可能是最後一次 在地下室錄影 不過沒關係 大家應該都是來聽老Z講案件的 那地點跟背景 大家就請繼續的忽略它 好 回到正題 要再次跟大家推薦 117集的黃金聲事件 因為在那一集我們深入探討過 台灣早年沒有談判專家的窘況 現場主委官是如何的隨機應變 但誰也沒把握 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而在2001年 台灣發生了史上 第一起的遊覽車轄持事件 這回也遇到同樣的情形 但不同的是 歹徒根本就沒有要 跟你好好談判 接著就跟著老Z 回到案發的那天下午 高雄北上遊覽車 近遭持槍歹徒挾持 十一名乘客司機 驚慌困在北市街頭 窗簾車窗全關上 警方大字報遭無事 挾持動機 人質狀況全都無法掌握 全球關注台灣挾持案 如何落幕 來看這起張文亮夫妻 匣車事件 時間回到2001年6月23日 這一天起飛颱風 正在南台灣肆虐 上百艘的漁船沉沒 甚至有貨輪斷成兩截 造成14人死亡 上百人受傷 但下午時段 各大新聞媒體 卻幾乎只剩下一條新聞 因為有輛從高雄北上的遊覽車 被通報遭持槍歹徒挾持 停在重慶北路上 嫌犯跟人質的人數 身份死傷狀況 完全不清楚 下午1點50分 這輛BB208號遊覽車 正經過重慶北路 九泉接口時 裡頭的4名乘客 突然持槍要挾停車 並且不准任何乘客下車 緊接著大同分局台北市行 到現場為警務所限 而PD小組也蓄勢待發 從今天下午1點50分 報案發生到現在 已經將近兩個小時 目前仍然是持續處於 警民對峙的狀態之中 有拿槍或是拿什麼樣子的工具嗎 我怎麼說 我現在如果有人在這裡 你們還要叫我公司 我趕快叫你去救他們來 叫一個車上來 拿這樣也不行 你看他去哪裡 車子快過來 我相信你們都很會教的 對 為什麼你對我們老百姓這樣嗎 我們在加水是在加水 對 加水 那我們請那個男子聽電話 他們不聽啦 我有跟他講他們不聽啦 這輛遊覽車在上午7點 從高雄出發北上 而嫌犯在竹北交流道上車 就掏出了改造手槍 抵住了司機曾德光的頭部 要求直接開往台北 不准任何人下車 接著從重慶交流道下來後 就停告在路邊 但奇妙的是 歹徒讓司機打了三通電話 旅客要跟他講說 要到那個內政部啦 然後講說內政部 你就打電話去問查澳台 那再來第二通電話 想是說問我說 內政部在哪天 我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自己打問去查澳台 在第三通電話來 就是我們小姐在跟他講啊 講的時候的狀況 就是講說他被人家瑕疵啦 然後要綁架他的車子啊 然後這麼講 那我就幫你報案好不好 那司機講說 好啊 你幫我報啊 司機的求救電話 居然兩度被車行當作是開玩笑 最後還在電話中 聽到歹徒的聲音 才趕緊投報台北警方 將周邊的所有路口 包含重慶北路 民族西路 以及九泉街口 全部封鎖 然而大量的媒體 跟圍觀民眾 也包圍了轄持現場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 警方毫無進展 在我們這地方 他可能就司機之間啊 可能有一些衝突 所以歹徒實際很堅持 要把壓在這裡 那要求部長 要 如果部長不來 發生後果我們負責 乘客們情緒激動 生怕生命遭受威脅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 警方不斷地拿紙牌 進行柔行勸導 歹徒指引有冤無法聲 只要陳定南 和台中地監署警察官 承譯中的指牌來回應 我是覺得警方處理這個事情 好像處理的速度不夠明快了 已經一個多小時了 歹徒的要求也很簡單 他是要見陳定南部長 可是警方到現在好像 一心只想把歹徒抓到 我覺得他們應該以把危機化解 為處理的最重要的原則 歹徒將車窗 窗簾全部拉下來 警方則是不斷在遊覽車旁 試圖從各種空隙 確認車內的情況 也向乘客比手畫腳 確認歹徒手上有什麼兇器 甚至還觀察底盤 是否有爆裂物 只是歹徒戒備不是很嚴密 訴求卻很堅定 他們只要見陳定南 而現場由警方新成立的 反瑕疵小組負責指揮 歹徒向警方以大字報的方式 要求單獨會見法務部長陳定南 向他申訴司法不公的冤屈 還要媒體記者在場公證 而警方也答應會聯絡 陳定南與歹徒會面 我都不清楚 我在這邊是待命 然後由現場指揮官去判斷 那到底我該不該 去面對面跟歹徒談 那警政組那邊 剛開始給我的信訊是說 站著不要 如果說進到車子裡面跟他談 那大概只有隨機應變 當然第一個要冷卻他的情緒 然後希望能先把這些無辜的旅客 先放出來 那看有什麼事情 需要我們政府協助的 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 我們會盡力來協助 如果說需要我一個人進去 那我也願意一個人進去 只要陳定南跟歹徒會面 就能夠化解危機嗎 警方不這麼認為 持續跟歹徒周旋 主要是欠缺對方的相關資料 先犯幾個人 男的女的幾把槍 都無法掌握 直接把陳定南送上車 風險太高 但人質同樣危險 該怎麼辦呢 此時遊覽車突然動了 大約一個多小時之後 現場目前出現另一波的最新的狀況 而歹徒命令這個遊覽車移動的狀況呢 到底意味歹徒是想把車子開到其他的地方 或者是他不願意再跟法務部長陳定南進行溝通和對談 也讓大家感到相當的不解 目前警方是決定強力的將這個遊覽車的這個引擎 強制的做一個破壞或者是處理 警方立即找來其他遊覽車業者 從後方關掉保險 阻止車子橫衝直撞 讓現場一陣驚呼 過沒多久 經常鬧場的柯四海 帶著大字報闖過了封鎖線 也立刻被警方驅離 此時對峙已經超過三個小時了 難道就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那個歹徒他要求見部長 但是部長我們既安全理由 不給部長上車跟他談 但是我們給歹徒知道說 我們會既成跟部長做一個見面 完了以後假設他有情意的話 他應該下來跟部長做一個指示球 好不好 歹徒現在講到的理由 他的背景是他的身分 不想不清楚 歹徒從今天下午1點10分 到目前為止四個小時 指示不斷的要求建法部長陳定南 而目前警方在制止的遊覽車發動 以及行駛之後 是再度的派出人員 那麼向歹徒溝通 遞出紙條要求歹徒留在原尾 不要再繼續隨意移動 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一直不可能接受我的溝通 我大哥大留給他 他也不要 他的也不能給我 那最後是我們用紙條在溝通 然後媒體在現場還發現 實驗的環保署長好龍斌也到場了 當天他也在處理南部外海 貨輪斷裂的污染事件 來到台北的轄持現場做什麼呢 有在三年前國內發生的第一起 轄持公車事件 就是他讓歹徒卸下心防 人質全部平安回家 這樣的畫面想必許多觀眾都記憶猶新 這就是我國第一起 轄持大眾運輸工具的事件 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陳能平 因為幻想自己被人追殺 在民國87年4月23號上午7點45分 拿著三把菜刀 轄持的台北客運的243路公車 要求司機從台北線開往刑事局 後來公車停在刑事局附近的 財政部建築物門前 陳能平自稱是新黨的支持者 要求新黨創黨大佬 好龍斌以及趙少康 和當時的刑事局副局長侯友毅 出面解決問題 就在警方和立法委員 一個多小時合力勸說之下 願意先讓車上乘客先行下車 整個事件歷經了兩個小時15分鐘 才順利了落幕 沒有任何人員受傷 我想每一次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上一次的狀況 能不能夠適用這一次 我想要了解整個狀況 我們才能夠來做判斷跟處理 歹徒他的心態 他的精神狀態 以及他的訴求 我想在這些狀況都了解情況下 警察才有能力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給警察 同有一些時間 讓他們來尊重他們的專業 讓他們來處理 海洪兵最終只有精神喊話 沒有上場 警方策略也很明顯 就是要消磨歹徒的精神跟體力 爭取最好的談判跟攻堅時機 眼看即將進入夜晚 會有更多的不確定因素 此時時間來到關鍵的5點40分 可以看到法務部長陳立南是如約的 在這個維安特勤小組 緊地盾牌的保護之下 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不過把衛套脫下來 那麼是向這個歹徒招手 那麼是警方取信於歹徒的一個做法 整個遊覽車遭到瑕疵的過程 持續了將近四個鐘頭 下午5點40分 遊覽車前門突然打開走下一名女子 這名頭戴著紅帽子的女子 看到法務部長陳立南之後 立刻下跪 並且手上高舉著一堆白紙 向法務部長陳立南來稱情 走下車的歹徒代表叫莊寶芸 身上帶著一整疊的文件資料 看似沒有攜帶槍械 現場指揮官看時機成熟 面臨PT小組突襲攻堅遊覽車 而車上嫌犯突然開槍反擊 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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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組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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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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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來慢慢來 郭哥你不要 你目前透過畫面可以看到現場情形 文件特勤小組的人員是已經開槍市井同時也已經 擊破了這個遊覽車的玻璃 太好了 現場響起了兩聲的巨響 其中一個聲音可以確定的是警方向車內投擲震撼單 警方利用車內煙霧瀰漫的這個時候 一翁而上來全力營救人質 就在遊覽車的前後車門都打開 警方強力攻堅之後 不到三分鐘 警方救出了第一批的人質 在遊覽車上總共連同司機有14名的乘客 包括兩名小孩 而這些乘客在陸續下車之後 每個人的表情驚魂未定 乘客來住 乘客上下來了 我後面 Japan 給你看 乘客坐下單身 謝謝謝謝 在這裡 乘客在這裡 cô立刻落ών 吃個來了 放鬆 再來 他兒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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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騙不要騙 出現找個地方 找個地方 成哥把他擊中 來來 成哥擊中 成哥擊中 這是歹徒嗎 歹徒是哪一個 歹徒都出去了 出現後一個歹徒 你怎麼會變成有限的 你怎麼會變成有限的 你帶出來 煎熬了一整個下午 車上所有人質 終於平安獲救 被移往一旁的餐廳安撫 緊接著最關鍵的持槍歹徒 張文亮 直到最後才被壓下車 現場全面失控 你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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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會快咬 快咬 快咬 武器 我真的 趕快 抗包 快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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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那個聲音 爆炸聲 是他歹徒開了兩槍 往地上 歹徒開了兩槍 我们的霹雳小组散去丢震撼弹 震撼弹的作用是一丢强力的爆炸 会震撼然后人会晕过去 所以让歹徒没有时间去对人之开枪 总共有13个人 包括司机一个 然后四个男大人 四个女大人 还有两个女学生 还有两个六岁的小男孩 度过今晚的下午 霍救人质在餐厅里拥抱互相打气 第一时间也赶紧打电话 跟家人报平安 心里想的就是赶快平安回家 但还是得先到分局做笔录 所有人都累坏了 他老婆不要激动 他就是不那么上厕所 人走动都不行 他就给拿车说 不要车 北携持了一下午的人质 拖着疲累的身躯 到大同分局做笔录 他们紧张的心情 反驳还停留在游览车上 即使回到家 还是惊魂未定 我心情很害怕 不要再说了 我已经想到会怕了 快快乐乐北上过端午 没想到同车一命 成为人质 一记犹存 一样被吓出一声汗的司机说 好在是平安没事 他要请大家一块吃猪脚面线 压压筋 后来知道他们有瑕疵以后 你们在车上都在做什么 就在那些人 还有冲刷 对啦 你能够要死老板不敢多 以后再说 画面中首先被警方 带出证讯室女子 就是23号中午 涉嫌挟持游览车 夫妻党中的太太庄宝云 而庄宝云面对守候多时媒体 并未多言 只是脸色凝重地走回证讯室 另外一度被隔离证讯的丈夫 张文亮也在稍后 从二楼带到一楼的证讯室 同样是闭口不语 虽然的张文亮夫妻党 拒绝夜间监讯 还要等律室到场 只是他们究竟遭遇了 什么样的司法迫害呢 外界还没搞清楚 但他们身份曝光后 第一个受到冲击的 是他们苗栗老家的亲生父母 张文亮的母亲 得知自己的儿子 是挟持游览车的歹徒 难过得气不成声 现在我们这样做人 刷到头脑没什么好 说到大家都要恨 是 这样吗 他因为他说 什么东西都是假的 是怎么办的吗 说什么人来搬帝 我才会假的 我真的我不知道 张文亮的父亲更是十分无奈 他说儿子从两三年前出现精神异常 最近越来越糟糕 一直说有警察要害他 前阵子还带着他去看医生 没想到来不及治愈 已经驻下大错 你一直带一口去看白衣 这个有帮走的 这个有帮走的 他说差不多帮是那个 然后 你这有什么 屋外聚集越来越多的围观民众 受不了阴阳的眼光指指点点 张家干脆拉下铁门 眼不见为敬 但是更多的左邻右舍是不忍心 那么好的一对老夫妻 儿子媳妇却犯下如此大错 张文亮的父母痛心疾首 不了解这两人 劫车的动机为何 让整个家族都蒙羞 但左邻右舍早就都知道 这对夫妻党不但行为举止奇怪 还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邻居也指出前几天就看到张文亮 拿着作案用的玩具枪威胁父亲 而这对夫妻两人各有伤害吸毒前科 结婚后离婚又复合 因为早婚三名小孩最大的已经21岁 在老家只留下10岁的小女儿 她现在就出门 出门我们大家旁边也要出门 对你的后边就说整个都要害羞 她就是跟我们众的恐慌 这样驚人会干什么 这样我也不知道就对了 两个夫妻都一样是不是 对啦 那边就乱了 别人说那家人要把它闯掉 对啦 这样就对啦 就叫通宵地政事务所要来砍土地 那通宵那牌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 那边都要害人 如果这样而已我也不知道 然后10名也回来说 今天我也不知道 有去做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 张文亮夫妇就住在这家已经歇业的印刷厂 里面物品摆设相当凌乱 除了还没吃完的食物外 还有疑似用来吸食毒品的器具 据了解张文亮夫妇都有吸毒的记录 每次吸毒后就会精神恍惚 并出言恐吓他人 并有被迫害妄想症 唐人也束手无策 从他儿子被人家打了以后 就是差不多几乎将近半年多来 他的精神就有一点问题 而且他本身就有吸食毒品的 那个成瘾的习惯 这对夫妻显然无法归类在正常人 加上吸毒的恶习说的话能相信吗 但他们的确遇上不止一件的纠纷 只是有需要动用如此手段 挟持十三条人命来抗议吗 没想到他们盗案之后的公词 让外界超级傻眼 这些作业是我没说白的啦 你有什么要全情的 你要不要去抗议 我都不住了在那 我都不住在那里 他都没给他带看 你有节食 你走两车啊 那我们自己帮的 他们才下来 这都要去做的啦 你为什么要拿枪 节食有两车 我没有抗设的 不是在做的 而庄宝云被带进地间数时 不但抱怨法务部长 陈丁南没有来 还胡言乱语的表示 整件事都是末后集团在操控的 我还没有拖 我们人家坐这边 他坐这边 他先要去 可能你没有带枪上车 没有 为什么要用信件跟警方 那都是他们家的 他们就是合成集团的 谁叫的 他们都集团 我要叫你女主 他们都没有说话 我整班的政策在这里 他们都没有说话 他在哪里走 但夹持游览车 向法务部长陈丁南深渊后 张文亮 庄宝云夫妇 现在又说要找立委林瑞土陈情 但由于证人执政立立 因此上午两人经警方征讯后 移送士林地检署 由检察官复讯 不过两个人都还是坚称 没有劫持游览车 全台湾人看了四小时的挟持连线 连国外媒体都争相报道 这对夫妻居然说是别人害的 庄宝云还不像丈夫那样配合警方 情绪激动 破口大骂 甚至拒绝吃东西 警方无奈还替他找来医生 注射营养剂 然后陈丁南还认真审视了 他们的诉求 却发现似乎是异常闹剧 而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嫌犯作案时所持的改造90手枪 使日前在彰化市一家枪支玩具店 花6000元所购买 而劫车是早有预谋 为的就是找陈丁南澄清 但两人揭持游览车的行为 已经犯下了多起罪嫌 警方总计是依公共危险 妨害自由 恐吓违反枪炮弹药管制 以及杀人未遂等五项罪嫌 将两人移送法办 并且由法官裁定收押净件 他的儿子被十几个人打了 但是呢检察官只有问这个被害人 没有问这个十几个人被打的 这十几个人 所以说呢他不服 另外呢他在这个苗栗的 这个大瓶顶的这个水电有纠纷 那我们警察去给他盘查 他认为也不适当 第三个呢就是苗栗的地震事务所 他去先请这个 这个不曉得是先请地级成本 或是什么这个 他们地震事务所见的 他不合规定 三件他所抱怨的事情 有两件跟法务部根本没有关系 其实并没有所谓冤屈可言 尤其是说有关我们检察机关 他小孩子被打 那这个案子我们的检察官 已经帮他起诉 那起诉了之后 他自己撤回告诉 所以起诉案子到了法院就不受理 那不受理之后呢他又还会 然后呢他要检察官再提上诉 我们也帮他提了上诉 那这个案子现在在 应该在那个高分院 所以我们的检察机关是完全站在他的立场 在帮他讨回公道 声音的内容似乎在无理取闹 但瑕疵的过程可就不是开玩笑了 最清楚整个劫车过程的司机曾德光 当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他的生命一度遭到严重威胁 一路来说我要鞋车 没有什么事 我要鞋车 什么叫鞋车 我来开玩笑 什么叫鞋车 他东西就帮我去 到外面 人客到我中立休息站的时候 人客到我桃源下车 他整个就跳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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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个塞到台北 起来 起来上面都会干得最后拼了 变十几个 十几个我们都在后面段 年轻的坐前面 他把我压到最后面 压到最后面 老肉腹股都是在我旁边 那女孩子就一直沟通说 把这司机先做掉 杀鸡进好不好 台语就一直说开来开来 不像担的卡 宁定人先生来了 确定而已 我说的话他还不相信 又叫别的客人过来说 那是不是曾定人 我说是 大家都说是 来了 已经来了 回到家中后 大嫂还特别依照习俗 准备了猪脚面线 为她去去霉运 贞德光在编持猪脚面线 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曾经试图找机会 引起警方巡逻车的注意和反制 但都失败 一直定说要法务部 一直跟他推托说法务部 我不知道怎么走 到时候那女孩子也是 三次经一直出来 一直出来就拿 拿他很像判决书还是什么事 就那里有住址 都冲进南路 我就一直跟他糊弄糊弄 我说我不知道 当时我看到看到警察车的 违规违转 他们也没发觉我 他说我根本就没有家具 我只是他那个车子是说 他要去哪里 他就可以载他去哪里的那种车子 这玩具的东西 这彼此第一个 他没有开枪何来的开枪 遭点名的时任立委林瑞图 据看守所探视两夫妻后 带出来的声明 还是否认外界的质疑跟所有指控 但意外的是 检察官最后提起公诉 只起诉了一项公共危险罪 检方并将两人分别具体求刑七年 不过警方当初移送五项罪名 检方最后只起诉了公共危险罪一项 对此检方表示杀人罪嫌方面 由于嫌犯只是以胁迫达到抗议目的 并没有杀人意图 而两人作案用的改造枪支 刑事局鉴定后并不具有杀伤力 因此也没有触法的问题 在积压期间 有看守所专人对他的一个生活起居的行为 举止做观察和记录 那检察官并没有发现 他有精神上异常的现象 张文亮 庄宝与夫妇 经过两个月的积压 在士林地方法院首度开庭时 气色和情绪明显豪转许多 不过被求处七年的重刑 律师表示 希望法官能考量他们的精神状况 他是不是有去医院看过 张文亮的大女儿 也前来关心审判的进度 对两个女儿即将开学 庄宝云希望能停止积压 不过当场被法官驳回 2001年11月14日 一审判决出炉 以挟持大众运输工具罪 张文亮判刑有期徒刑五年 妻子庄宝云判刑四年 像素高院后被分别减刑成 四年以及三年两个月有期徒刑 2002年5月2日 最高法院驳回像素 维持原判决定验 觉得很不下 那对社会呢 对社会很对不起 那以后会不会再来一次 不会不会不会 这样做你有没有感到后悔 有有 亏对社会 是要为了孙世才做这件事 可是我要孙世的事都没有 没有得到姐姐 除了对社会感到抱歉 张文亮也表示对不起父母 而法官也裁量了张文亮夫妇 有精神分裂症 行度较一省减轻 不过他们这种极端的申诉方式 并没有解决当初的问题 而法官表示 由于他们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刑期执行完毕后 还要监护两年 以避免他们再次走上极端 后来张文亮出医后 还是不断的在吸毒 2010年又被苗栗警方逮到 除了吸毒外 还持有克拉克手枪 而庄宝云更是涉及了 连续贩卖海陆英 被重判23年定念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欢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给我讨论 最后让老Z工商实践一下 奥密矿疫情严峻 防疫生活很重要 水神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生成基 可以让您轻松在家对抗病菌 现在只要输入老Z推荐代码 CTI527就可以获得折扣 详情请上快点购网站 还有更多优惠哦 我是老Z 我们下期见 光往水神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 它能够真的帮助你 做好环境跟物品的行销 那像我们中天呢 全天摄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神物化器 来喷这个水神 保持整个空气的安全 那随时喷的话呢 水神随手喷这个部分 也非常适合 去哪里买呢 都可以到快点购